你会胜过于六十二亿横河沙菩萨的功德 因为观世音菩萨已经成佛了 所以你拜观世音菩萨有功德 你对观世音菩萨的佛像供养有功德 对不对 你总不会呢 我知道新加坡也有小印度 Little India也有卖花曼 你总不会买一条花曼 然后丢在那个生桃沙的河里吧 没有功德吧 所以功德第一个生起 要有所修的对象 第二个你不可以空手 所以就算花香或是卖 还有乃至于点灯 乃至于待会我给你看图片 有供一杯水 请看幻灯片 第三经文 比诸福德对一切的世界所 所涉受一切的众生 就是你这时候要开始观想 观想尽虚空遍法界 一切的佛菩萨都欢喜接受我供养 上要对供养佛 下要供养一切的众生 所以涉受所有一切的众生 而所有的众生是悉所攀缘 西所攀缘就是你观想的对象 那因为你观想的对象很广大无边 所以我以此福德能够让众生发愿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所以它的功德非常大 原因是在这里 好 从这一段呢 简单的几个重点 第一个 你不可以空手 你要拿香花麦 乃至待会一杯水也可以 第二个 你必须发愿 第三个 你脑筋要想供养一切的诸佛 或是要布施给一切的众生 在后面还会讲 所以在这里有很多联友曾经问我 这一次也有人问我 师傅你常常放朝圣短片给我们看 我们非常高兴 那你可以告诉我们朝圣要做什么吗 很好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我在这一段回答 朝圣时当然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第一个呢 你要有健康的身体 第二个呢 你PO box呢 OPS里面银行要存钱 第三 你要有假期 所以要老板跟同事愿意帮你 假如你没有钱 你没有假期 你想去 对不对吗 还是没办法忙你的愿 好 到了圣地 那现在有个问题来 若你去过中国四大名山 还建设得很好 但是你若到印度八大圣地的话 有些地方很好 有些地方啊 就不是很好 甚至你会发现 到印度的时候呢 它是很落后的 师兄 请切换一下 换灯片好吧 因为有些连有在操 谢谢 也就是说 你会去圣地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哎呀 好奇怪哦 我千里迢迢 到了印度来 饮食又不习惯 天气又这么热 我看的东西啊 都是一些旧旧的 那做什么呢 也没有 也没有金银珠宝啊 有些有雕佛像啊 有些有圣地啊 导游就跟你走一圈说 佛陀曾经在这里说法 然后这边呢 就一个小的佛像 那你就会很失望 我去圣地做什么呢 答案圣地 你要做这三桩是 一共修发愿 Taking vows in the common practice 你要去带一个简单的共修 比如说你喜欢念普门品 念心经 大悲咒 我念普贤行愿品很好 不要空手去 第二个 要广修供养 Universal offering 你去一定会布施 可能只有当地贫穷的人 不过但是要有智慧 因为你若给各位 若去过印度的话 你一个巧克力一发出去 所有小朋友啊 就来把你包围 你皮包就被抢了 所以其实你要做功德 你要有智慧 第二个 你要广修供养 你也可以布施很多 待会儿会看图片 第三个 你还要点灯 一起发愿跟回向 好 那现在呢 有一个联友曾经问我说 师父我们家里 已经有动了两盏光明灯 那我还要点灯吗 答案对 因为这两个因果不同 我公开解释 专心听 整个问题问得很好 光明灯代表昼夜光明 所以你家里有正式佛堂的话 24小时佛堂灯是不要关的 举方说我现在跟你讲话 商业金色的灯还是开着的 我自己住的地方 旁边也有两盏 长明灯 那没有多少的电的 电费是很便宜的 为什么 因为呢 你睡觉的时候啊 你是很难修功德的 睡觉的时候点的光明灯呢 它还继续做功德 了解吗 好 那灯跟蜡烛有不同 蜡烛你必须要出钱 然后买 然后发愿点 点要烧 对不对 烧代表烧尽你的障碍跟恶业 光代表你心中智慧 常生光明 所以点灯跟常明灯的音是不一样 就像你那种香花灯果竹 你供什么不同 结果是不一样的 听说很多脸友都喜欢漂亮 很庄严 所以都供花 很好 花是代表六度波罗蜜的音 水果代表成就无上佛果 对不对 所以中国人香花灯果竹 初一十五它都会准备很好 那以至于你在大法会的时候 任何一个寺庙 它的桌上呢 都是布置得非常非常庄严的 很好 就是每一个不同的音啊 有不同的果 你供钟 比如说待会我们敲钟 敲钟得到梵音声远向 比如我现在跟你讲经 佛跟菩萨听得到 但是地狱跟恶鬼跟畜生 三恶道的众生 听不到星红石的声音 它的叶 可是我们敲钟 它可以听得到钟的声音 了解吗 所以你种不同的音 是有不同的结果的 好 请看下面 所以我们很多大法会 都会点灯发愿与很好 请看第一 你到圣地里要去共修 这是我带学生 我去过菩提家也两次 这个我打木鱼 带大家念 普贤行愿品 接下来 你可以广修供养 你看在菩提家也的时候 一大早 就算没有钱的人 也可以准备一个塑胶杯 去倒一杯水 水代表清净平等 接下来 供花 这是我大年初一 我在菩提家也的石雕 有四五十个 这个你现在看到的花慢 就是新红石供的 我初前叫印度人 有个叫巴布 那一天我把它四五十个 全部的花 全部买了 他非常高兴 碰到我一个人 他生意就全部做完了 对不对 然后我叫他 小心帮我爬上去 然后呢 他在爬的时候呢 我就念佛跟念咒 回向给众生 就一个佛堪 一个佛堪 一个佛堪这样供 供完了以后 我做回向 所以我心中就充满了欢喜 所以 这就是你要布施 对不对 那因为那个佛堪 很庄严 我大年初一共 所以连续三天的花都在 到第三天的时候 花已经干到 他就把它拿下来 很多人也这样 一直上去挂 这就叫 共养花慢 供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 曾经说过 注意听 我灭度以后 所有的众生 只要看到我的佛像 生供养的心 跟我在世的时候 跟我供养原来的身体 是无恶无别的 实际上 释迦摩尼佛 现在在 只是你见不到他而已 如果你读法华经的话 释迦摩尼佛 如来受量品 释迦摩尼佛 还在这个世界呢 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就是释迦摩尼佛的净土 但是你看不到释迦摩尼佛 举个例子 你现在看得到伦敦吗 看不到 你看得到纽约吗 看不到 你得搭飞机去 你才看得到 同样的 佛陀虽然在这个世界 但你看不到他 但是你看不到他 你可以看到什么 看到佛像 看到他的画像 所以你见到雕像 就要等于 见等同佛陀一再 你不要再拜一拜的说 释迦摩尼佛你是石头 万一他跟你讲话 你不吓死了 不可以有这样的 不恭敬心 你见佛的时候 就真的像见到佛 就像这样的老师 你去学校上课 Hello Good Morning Teacher 你会跟他讲 Hello Good Morning You are not real 你会这样做吗 不会吧 意思说你见到老师 你会说 嘿 老师早安 但是你不会说 老师早安 但是你不是真的 你不会这样讲吧 你看到老师 你就想到我要来上课 感谢老师教我 同样 见佛就要如佛在 接下来你看 过去现在未来 三世佛的雕像 过去是燃灯佛 现在释迦佛 左边未来弥勒佛 这个也是我供的花蔓 好 接下来你看 我全部供养完以后 就整个佛刊变这样 全部是我供养 佛刊上面 佛刊下面的呢 就不是 佛刊上面的那一排 佛像 通通都是我供养 就是衔接千佛 成佛的地方 接下来你看 大会很多人也供养 供养很漂亮 有一杯水 然后供养花 对不对 那你心中就会 生起欢喜心 而发愿 接下来你看 供养排成一个 像曼达拉 对不对 好 接下来 第三个 要点灯与回向 好 这就是我拍 我带一个脸友去圣地 在没有拍之前 对不对 没有供之前呢 你可以先拿起来 或是先点也可以 念佛或念咒 你点 点完以后 你要捧在心中 要发愿 观想 一盏灯 变三盏 三盏变五盏 五盏变七盏 七盏一刹那之间 向右旋转 变无亮无边的灯 这个才叫点灯 发愿与回向 所以这次讲座 最后一天 我也会请大会准备 我会带各位 点灯与回向 好 同样 你在点灯的时候 前面有佛像 也是供养诸佛菩萨 接下来你看 所以为什么 点灯 发愿 可以满你的心愿 现在有个问题来了 很多人都喜欢发财 可是你不知道 什么是发财的因 答案要不失 要累积你的福报 要灯除你的业障 才会发财 我再讲一遍 当然你要很认真工作 第一 要布施 重布施的因 第二个像镜子一样 你要把你的灰尘 给擦掉 灯除业障 第三 你要累积你的福报 第四 你还要认真的工作 跟学习 那你就会发财 你若不去努力 那你想 为什么 举个例子 新加坡我知道很多 shopping mall 同样一排 好几家 都是卖衣服的 你注意看 这项衣服 特别很多人买 因为他人很客气 中国人讲 和气身材 那排一排 同样五家 都是卖眼镜的 有一家生意都很好 其他三家生意都不好 为什么 福报不一样 福报是看不到的 但是它像影子一样 是存在的 你若没有了解这个道理 你就会想 对不对 为什么我要拿这么多的油 去烧 新加坡很不喜欢 fire 因为你们怕fire accident 对不对 所以新加坡很不喜欢火 对吧 一有火就alarm system 就开始 洒水 可是在佛教 不管南传 北传 藏传 点灯与发愿 是一个最真实的方法 各位看这张幻灯片 就是多年前 我们跟台湾 几个佛教团体 一起去点灯 用掉了两万到两万五新币 点了三个小时 很多人一起点 还请拉马诵经 对不对 那你会说 假如你不了解佛法 你会说两万五新币 很浪费啊 怎么点了这么多 空气污染 错 点灯有它 颤除业障的功德 还有增长你的福报功德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商业经社很真实的 有一位联友 他很孝顺 他叫秀慧 这样他会听到 就是做那个短片的 这是他 那他的阿公跟阿嬷 身体不太好 看医生也没有什么用 然后呢 坐在家里 当然儿子女儿都很孝顺 后来呢 师傅教他点灯 后来因为他的中心 离我们很远 他在南部 他就回去说 阿公阿嬷 我教你点灯好不好 他就每天在家里 点三盏灯 连续点三天到五天 他两个人心情就很愉快 以前本来吃不下饭的 当然还是要去看医生 可是他看了医生 没有用啊 答案呢 他就点灯 然后发愿 主要他很孝顺 就放佛号给他们听 慢慢听 然后慢慢点 睡觉的时候还是点 24小时一直点 点了三天以后呢 阿嬷早上起来 太好了 这个世界真美好 心情愉快 为什么 业障颤除了 就像你心中的镜子一样 灰尘给除去了 所以 我公开的说 其实 很多忧郁症的联友 希望你念 普贤行愿品 念佛念咒之外 点灯吧 点灯 可以在寺庙里点 也可以在家里点 但是因为新加坡政府 主屋听好 严格说 灯是不可以熄灭 比如你现在吧 这样吹灭是不好的因缘 可是师父觉得 现在这个社会 我们要有智慧 你人在家里的时候 比如你回来的时候 你就点 你睡觉没关系 你可以点 对不对 可是要出去的时候 全家要出门的时候 就呢 礼佛三拜 然后把灯给吹洗 为什么呢 万一一个大地震来了 你回到家 哇糟糕了 全部房子被烧掉 人家都诅咒佛教徒的 这是真的 比方说我刚才跟你讲 我住的地方 我们的佛堂 光明 长明灯 二十四小时 插头是插的 可是点的灯呢 师父出国的时候 我一定要把它吹洗 然后礼佛三拜 愿希望我这一次 新加坡马来西亚 弘扬佛法利益众生 一切吉祥圆满 对不对 所以人在的时候 你才点 家里没有人的时候 请你把灯熄掉 这是要有智慧的 好 接下来再看 丁一 回向菩提 请看 第一百零七页 二十行 父以此福 与诸众生共知 就是你要常常想 我所有修持的功德 要给别人分享 不要那么吝啬 举个例子 假如你今天 有一个好吃的水果 或是你生日蛋糕 对不对 你一定愿意跟朋友分享 今天生日 很多的朋友来看你啊 不管是佛教徒 或非佛教徒 大家来跟你祝寿 对不对 不管他有带东西 没带东西 他大家给你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 你一定很开心 为什么 你的心感受到 他们的祝福 对不对 你怎么不会呢 吹完蛋糕说 你们大家都不要吃 我一个人吃吧 你不会这样吧 你一定很开心说 来来来来 大家一起吃蛋糕 为什么 因为你希望跟别人分享 同样的这段经文就是 你也要你以修行的功德 常常跟众生分享 分享的越广大 你的福报越大 举个例子 我们最后一天点灯 师父会点 我一盏灯点给左右 法师再点给你们 一刹那之间 整个大殿 全部都是灯啊 我点给你的时候 我的灯光没有减小 可是我们若没有学佛法的 常常很自私说 哎呦 那我常常给你 那我自己不就没有了吗 错 这是凡夫的想法 菩萨的想法 圣人的想法 是我 不失不失 舍得舍得 舍得越多 你得到的会越多 得到的是有形的跟无形的 对不对 就像我刚才比喻的 你的朋友 好不容易呢 下了班 直到你今天是生日 来给你祝福 你总不会赶他走吧 你一定很高兴 也很感动 对不对 甚至有人呢 就会很感动的流眼泪了 对不对 不管是真意的流眼泪 还是假流眼泪 就tearing touch your mind 因为为什么 你朋友的心感动你 祝福的心感动你 对不对 纵使他 不管他有钱没钱 他带的东西大跟小 你都不会介意 为什么 因为你因为他的心 而很感动 接下来大家唱 生日快乐的许了月 然后呢 现在都很流行 插的蜡烛 叫question mark 对不对 女人的秘密 女人的年龄 是秘密的 男人的年龄 也是秘密啊 对不对 所以呢 你许完月以后 你就会切碳纲 跟别人分享 所以 师父以这个例子说 你最具体真实的 就是 你可以跟别人分享 好 现在有个问题来了 我考你们 Q&A 第一个 今天 请问 现在你行菩萨道 你只有一个面包 你看到一个可怜的人 你是要自己吃呢 还是给他吃呢 有人可能会说 我留一半 给我妈妈 我自己也要活啊 我一半跟他布施 这时候因为你的信念不同 你累积的功德不同 假如这个人真的快要饿死的话 我想一般的人都会说 好吧 我先给你吃 对不对 我可以喝水 我还可以活下来 对不对 可是假如现在呢 你新加坡 全新加坡 只有一个面包的时候 你是要先给你的爸爸妈妈吃呢 还是给别人的爸爸妈妈吃 这就很难 有人有智慧的说 师父我可不可以切呢 可以 你可能切四分之一 给爸爸妈妈吃 四分之一 你自己吃 那请问 还有四分之二呢 新加坡这么多人啊 你给谁吃呢 这就是菩萨道 菩萨请写下来 很难 就是呢 心以众生第一 而不会先想自己 这个很难 我知道 但是你也得练习 你常常想先想到别人 比如说你做MRT的时候呢 对不对 是先想到别人 是先想到别人 Auntie啊 Uncle啊 老人家啊 或是孕妇啊 Pregnant 而不是呢 Om mani bei mi hon 对 这个 Om mani bei mi hon 一直念念 然后看到地铁来 对不对 脚先插下去 包包先叮 It's my seat 我就看过老菩萨这样啊 你不是说 那么大悲观世音吗 愿我速度一切重嘛 当然 假如 那个老人家 比你更老的话 你应该让他 对不对 对不对 因为呢 你有体力 你可以站嘛 可是老人家 最怕的是跌倒啊 知道吗 在我们台湾 MRT也是这样 都有一个 Priority seat Priority seat 就是呢 只有老人 病人 受伤的人 跟孕妇 或小孩 可以做 现在我就没办法做 因为我看起来很年轻 十八岁 我不可以做 对啊 我虽然师父 你们对我很客气 可是我不会做那个 因为那是给老人做的 甚至有时候 师父坐在别的位置 我看到有小孩上来 我也会给他做 为什么 因为师父还健康嘛 对不对 我还可以站着 对不对 那你要想 我老的时候呢 叫我拿一个拐杖 这样慢慢走 这样看东 看西 怎么都没人给我做 因为你从来都不让给别人做 了解吗 这叫做 富以此福 与众生共享 这个很重要 写下来 常常与好的东西 与别人分享 这个很重要 这个就是训练你菩萨行 你的心量就开始慢慢会大 你的福报就会很大 所以台语有一句话 好坚的道修 对不对 好的要跟别人分享嘛 不要那么吝啬 对不对 请看下面 如是等福 共诸众生 回向菩提 是名菩萨方便 所以 菩萨有善巧方便 如是念念的累积 就像河流一样 像大海一样 他得到的福必要 会无量 无数 与无边 这个是要告诉你 福报要累积 要常常跟别人分享 接下来 以事故 除了福报之外 还要有智慧 那我们修 要一切众生 我们刚才说 给他面包 给他衣服 当然很好 你以慈悲心 帮助他是对 可是你会发觉 你若不帮助他 他心中烦恼一样很多 来生一样很痛苦 所以最后呢 他必须要有智慧 以事故 比一切自治 这里的治我前面讲过 根本治 跟后德治 我就在这里不重复了 虽然是无边 还此相顾 无边的福报 所以能够得 无量的智慧 所以换句话说 福报若大的话呢 他智慧也会慢慢开 所以佛陀讲 摆且修相好 千福修庄严 请看下面 昨天给各位看 五台山大显通寺 清凉国师所住席的地方 看这里有一个文书店 传说香港有一个联友 供了好几百万的美金 全部涂黄金 那你会说 师父 他有钱啊 我没有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他能够有这种 供养跟布施的心 好几百万美金 好 我再给各位一位 好 第二个问题 Q&A 假如你尽重新加坡 一亿的乐透 请问你要做什么 请写下来 先想一下 那你说师父会重吗 你发愿吧 我帮你回一下 但重的时候不要忘记我 开玩笑 最后这句话是开玩笑的 意思是说 你想 假如我有一亿的心弊的时候 请问我要做什么 你有福报 但要有智慧 要用在真正帮助众生的地方 看下面 广造佛像 传说这里面的这个 前面旁边是 同流经的 玄节千佛 这尊文书 施利菩萨 曾经讲过话 很不可思议 所以在五台山朝圣的时候 显通寺 它很大 大殿的最后一个殿 你一定要去 不要忘记 为什么呢 在旁边也有很多人 广造施利塔 施利塔 传统上是放经典 到佛灭度以后 射利塔就变成放 射利子 所以一般现在射利塔 大的塔 严格是说放佛像 还有放经典 还有放射利子 可是现在传到东南亚呢 塔是放什么 放骨灰 严格说是不太好的 真正的塔 应该放佛像 经典 跟射利子 然后这个是让你 禅修 或羞耻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五台山 大显通寺 有用铜雕的射利塔 你看 铜的上面 它各有 楞严咒 大悲神咒 或尊圣陀罗尼咒 也有很多的 佛像的浮雕 也有咒语 也有佛号 所以这个都是大家 广修供养的塔 那你现在有个问题来 师父 照这个塔做什么 好看吗 不是 注意听 我昨天说过 有钱人跟没有钱人 都可以修行 对不对 在你的心 那现在老实讲 如果你福报不够 没有钱的人怎么办 绕塔 所以西藏人 都很喜欢绕塔 比如我现在是一个 很贫穷的人 到庙里来 看到释迦摩尼 他只能做两种功德 比较容易 一大礼拜 用身体供养 佛陀 第二个 向右旋转 绕塔 他就念 他没有出钱 可是呢 因为他身口意清净 所以他就累积了功德 当然假如你有钱 能够买香 能够买花 甚至呢 你够做广大的供养 甚至布施三宝 布施佛学教育基金 那当然很好 各位非常好 师父没有否定 但是对一个贫穷人怎么办 拜佛跟绕塔 请写下来 这是他 唯一两个比较容易 羞耻的功德 拜佛跟绕塔 所以为什么传统呢 大乘佛教 跟尤其是藏传佛教 假如你到印度跟尼泊尔 很多寺庙都建很多塔 其中的一个原因是 所有的众生都可以绕塔 进行 好 接下来看 丁二 回向众生 父有别意 请看一下 父有别意 一百二十七颂 我有诸动作 常为力众生 如是等心形 谁能量 量其福 这里量是指 用数量去量 量出 测量出来 好 没关系 看一百零八页 第二行 这个寄送呢 下面呢 每一送 龙叔菩萨都有解释 请看经文 菩萨于昼夜 白天跟晚上 常起如是心形 若我所有的动作 所有的善根而生起的 清净身口意 都为了什么 为了是帮助众生 度众生的 脱 诸众生故 让众生从烦恼中 得到解脱 苏席 诸众生故 这里的苏席 是指平息 平息他的烦恼 比如说一个众生 他忧郁症 很重 他每天都跟你讲 有人要杀我 有人杀我 那你就跟他讲 Auntie Uncle 没有人要杀你 我在旁边保护你 那他就一直重复 一直重复 一直重复 那你也一直重复 你的目的是上 心中的恐惧心 能够梳洗 就是停止的意思 极灭诸众生故 极灭就是让他的心 能够得到宁静 而灭除烦恼 这里 咒极夜 把它画起来 白天 你可以来听经文法 你可以做功德 可以帮助众生 那现在有个问题 晚上睡觉的时候 怎么办 对不对 上次我在文书十大院 都问了一个问题 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的心在哪里 对不对 请问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没办法做功德 所以假如你家有佛堂 你点光明灯 跟点灯 跟点香 24小时 所以你睡觉的时候 一样还是继续在累积功德 了解吗 了解吗 所以让你昼夜24小时 都不要放弃 而能够累积无量的功德 接下来再看 下面 108页第四行 即为了令众生 我们刚才想 我们福报可以分享给众生 可是你会发现 有些朋友 你帮他一次 OK 两次 OK 三次 过了三次以后 你就知道 out of control 你也觉得crazy了 为什么 因为每个朋友 每一次都是同样的问题 一直打电话给你 这时候就有个问题来 你是要挂他电话呢 还是继续听他念呢 请问 你们会怎么 我来调查一下 假如你的朋友很烦你 最近他有很多的烦恼 打了三次电话 讲的问题都是一样的重复 到了第四次的以后 请问你还要继续听的 请举手 没关系 举手 好 手放一下 好 你决定第四次 电话关掉 赶快换个手机的 请举手 没关系 举起来 没关系 好 好 好 假如第四次你接受 第五次 第六次 超过十次以上 你还愿意接他电话的 请举手 超过十次以上 你还愿意帮他的 当然你会说 师父我要 好谢谢 你会想 我要看看我跟这个朋友是什么关系 对不对 英文讲 How close 对不对 我们呢 到底有靠近 有些朋友呢 点头之交 你可能就应付他了 有些呢 朋友呢 你可能还会关心他 有些朋友 三次OK 请你写下来 菩萨界 至少要关心三次 下来 你要做菩萨 你要至少关心三次 第四次 你可以想个办法说 I'm sorry 可是前三次 你得帮他 为什么 主意听 因为全世界这么大 他会想到你 而且相信你 他一定跟你有缘 不管他是来骗你的 或是来对你有目的的 或许还跟大家讲一讲 哎呦我好可怜哦 你知道我的point 什么point呢 那就是借我一百心币 那你说师父 一次借一百心币 三次就三百了 那我要借他吗 那要有智慧判断 注意听 我现在讲的重点是 菩萨要满一切众生的愿 就像我今天比喻 我在房间打电脑 会有一只蚂蚁爬过来 这个其实他一定跟我有缘 对不对 你看非洲的蚂蚁 不会坐新加坡航空公司 飞过来再爬到我面前来吧 所以注意听 注意听 菩萨道众生无边试验度 在你面前 你会看到 听到 或碰到的呢 他一定跟你有缘 乃至于朋友 告诉你的告诉你 你听到了 他一定也跟你有缘 所以你应该尽量帮助他 当然 并不代表说 你帮助他三次 他就会解决 但是 你要满你的菩萨界 满你的菩萨愿 你起码帮助他三次 那有些朋友呢 跟你是 Buddy buddy Best friend 你骂他十次啊 他还是很甜蜜的 因为他很难控制自己 知道吗 你也可以换个方法 去帮助他 但是我要说过 可是他假如不帮助你 假如你不帮助他 可能他就没有人鼓励他 第二天呢 假如他跳楼自杀 你会不会后悔呢 你会 你会说 哎呀 假如我那个时候 跟他谈一谈的话 假如呢 他可能现在会改变吧 师父也帮过这样的联友 真的 他求我一次 两次三次 我虽然很忙 我甚至拨国际电话 写email鼓励他 但是我跟他讲说 嘿 That's such enough 超过三次以后 我说你也应该靠自己去努力 而不是把问题都丢给师父 所以现在写下来 把问题丢给师父之前 你要先自己去学着解决 这个才叫做菩萨 菩萨不是把自己的烦恼 丢给别人说 哎 你不是听 龙树菩萨菩提之良论吗 你来帮我解决啊 不是这样 而是说你应该自己解决 你也可以找你的联友 师父 还有好朋友 然后请他帮忙 所以联友跟联友之间 至少要帮人家三次 同样一桩事情 帮他三次 第四次以后 你就是说 我真的没有办法帮你了 那他也不会恨你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至少帮了他三次 了解吗 那你会说 师父这样子的话 有时候会碰到好的情况啊 那有时候碰到不好情况怎么办 那不好情况呢 你也会改变 你不要害怕 你看观世音菩萨 对不对 所有的众生祈求他 你有没有听过观世音菩萨跟他讲 我想观世音菩萨从来也没跟你们讲 Shut off嘛 对不对 不要念普门品啊 或不要念普闲行愿品啊 你不要念大悲观世音菩萨 或不要念大悲咒 或不要念六字大明咒 观音菩萨没有这样啊 观音菩萨永远不平不厌的像个妈妈一样 照顾三千大千世界云云的众生啊 他从来都没放弃你 那请问你会这么容易放弃你旁边的人呢 了解吗 我知道这个很难啊 但是你得从这里去努力 这里去努力的话 你就会生起广大的功德跟愿力 请看幻灯片 极为令众生雇 最后满足一切智制 就是要他有智慧 帮助他有智慧 去处理自己的问题 就像我常常比喻一样 一个人若不小心发生了车祸 在医院里 他手不能动 你去看他 你可以喂他吃饭啊 你可以照顾他 可是过了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慢慢他康复的时候 他永远还是要靠自己嘛 对不对 我们菩萨道也是如此 请看 得知一切智制故 要得到一切成佛 究竟的叫一切总智 所以菩萨呢 对于一切的众生 要具足大悲心 你要很有大悲心耐性 还有安住善巧方便 善巧方便请旁边写 要有耐性 请写下来 做菩萨真的很不容易的 你不是说 我要修行吗 对不对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又来了 你会说 师父你都讲得很精彩 我在佛堂做很有用 可是我出了佛堂 我现在的朋友 都是酒肉朋友啊 动不动 那些跟我要钱的 对不对 要贷款的 来骗我的 那我也要帮助他吗 答案是 你还是要 但你要有智慧 帮助他 做到你能够做得到的 假如他的问题真的很多 你可以向新加坡的社会局去报告 假如他是老人的问题 你可以向老人的福利中心去报告 他们会有专业人员会处理他 但是你不要舍弃他 人最怕的都是被舍弃 请问 我们来做一个第三个Q&A 假如你现在是一个孤孤单单的老人 请问你希望你的孩子把你送到养老院吗 来 不想去养老院的请举手 勇敢一点 这里有录影 到时候我告诉你儿子 不想去养老院的请举手 好 手放下 假如你孤孤单单老的时候 你希望有很多人来关心你的请举手 来看你啊 请举手 你可能会说 星红法师你要来看我吗 可以 假如你真的老 你到海英古斯登记 师父有空 我一定会去看你 所以这个说明的答案是吗 人都不希望被放弃 人都不要希望被关心 人都需要被人家鼓励 所以趁我们现在还很健康的时候 多多鼓励别人 多多关心别人 假如你看过西方的电影里面 你会发现 当很多人突然他先生发生车祸的时候 放声大哭 他的朋友就会抱着他 Don't worry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You have us You are not alone 有没有 就是当一个朋友 他突然的家人发生了车祸 他一定放声大哭 好朋友什么 抱着他 没关系 没关系 好 传道桥头自然直 我们还是会勇敢活下去的 你并不孤单 你还有我们这些朋友 你还有我们这些联友 所以鼓励别人的力量是很大的 鼓励并不一定要叫你出钱 所以菩萨要善巧方便 接下来再看 所有的福具 只有佛是最为广大 我们这一段要讲 是说你常常想到一切的众生 常常观想 常常发愿 那所有的福报呢 只有佛能够测量 是故这个福德能够帮助你成就 无上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好 在这里 请看幻灯片 这是我供养 我从昨天讲了两个故事 很多故事一直讲 讲到今天一个段落 可见 你要让你的福报大 有三个条件 请抄下来 Power of the offering 供养力 第二个 Power of the taking vows 发愿力 第三个 Power of the visualization 观想力 这个很重要 这三个 从这段经文里面 新红氏整理 第一个 你要有供养 你不可能空手 我刚才说过 贫穷的人 只有一两种方法 一个是拜佛 一个是绕塔 因为他不是他的 身口意的体力 可是假如你能够来寺庙 或是你去慈善医院的话 对不对 那就是刚才我们说过 你去光环你的朋友 假如你能够带一个 喜欢他吃的东西 他已经感觉 How sweet you are 你怎么记得我喜欢吃呢 这个呢 对不对 树的叉烧包呢 对不对 或者你怎么知道 我最喜欢吃 Mongo cake呢 或者Blueberry cheese cake呢 对不对 你喜欢吃的 你的朋友知道的话 你会很感动的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 你不可以空手 同样来寺庙的时候呢 你要真正广修供养 初一十五 也建议各位不要空手 你可以买花 买水果 要你能力范围做得到 你说没有办法 供一盏灯也可以 顶一支香 有些寺庙呢 香也是免费的 对不对 你要随喜供养 第二个 在供养的时候 你要发愿 愿我给一切的众生 离苦得乐 愿我跟一切众生 都能够满自己的心愿 都能够满自己的心愿 也满别人的心愿 第三个 愿一切的众生 都成佛 我再讲一遍 一 愿一切的众生 都离苦得乐 因为众生都很苦 第二个 愿一切的众生 满自己的心愿 也满别人的心愿 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心愿 对不对 新加坡的连友 不是在司马路观音庙 都翠翠念吗 一直念都可以念半个小时的 对不对 因为你有很多很多的心愿 所以你用这句话包含着 师兄请不要切换 他们还没有操完 所以 你要讲 愿一切的众生 满自己的心愿 也满一切众生的心愿 这样就包含你的愿望了 知道吗 因为我们的心愿有很多很多 你不一定要一条一条讲 除非你特别说 哎呀观音菩萨 我妈妈现在得了癌症中风 你真正救救她吧 给她一点鼓励吧 你可以讲 观音菩萨绝对听得到 你内心的发愿 第三个就愿一切众生都成佛 这三个愿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要有发愿力 接下来你点灯的时候就观想 你可以念观音菩萨的圣号 我念六支大明咒 就观想 你手上虽然是一盏灯 可是一盏变三盏变五盏变七盏 向右旋转 所有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 全部的世界都是灯 那然后你再拜佛拜下去 力量就会很大 假如你供花也是这样 供一盏的花 然后变成了无量无边盏 所以我到新加坡 弘法最近几年 每一场法会最后一天 我都带大家点灯 也为很多人回下 也很多人得到很多的感应跟加持 这不是我的力量 这是佛菩萨的力量 为什么 请看下面 因为你的心很虔诚的时候 你的心真的很虔诚 很恳切的时候 就会像清净的莲花 它会放出智慧的光芒 这个光芒 你虽然看不到 但是它可以改变业力 可以让你的情绪稍微的宁静 而不会一直想负面的问题 有些人想不开 就是一直想负面 想自杀 想久了真的就跳下去了 对不对 接下来再看 好 刚才讲观想力 所以现在来解释佛教 所以为什么带大称佛法 乃至于金刚称的唐密 或是东密或藏密 都要教观想 目的就是要训练你 新的力量 假如你不懂 没有从昨天一直听 听到师父这边 你会觉得 其实那观想很复杂 我也不会 你不知道观想是很重要的 比方说 你要进入解脱门 在华言字母 或是海英古斯也 送过华言经 不管八十华言 或四十华言 都会唱华言字母 四十二个字母 第一个字就是什么 啊 是代表无声门 请看 东密的关系 就会要观想 这个啊字 这是西坛字 东密 对不对 像今天各位也听到 师父唱 他有啊字 对不对 你看 老菩萨跌倒了 一定是啊 一声吧 对不对 娃娃出生的呢 也是啊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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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啊 是一切 所有 万物声音的根源 在东密 在唐密 以及金刚车里面 啊字是代表 无声 接下来到了藏文以后 就变成这个字 Ong Aja Bhajanadhi 当然这个是藏文 可能你对各位会很陌生 可是呢 它只是一个符号 就是让你的心 而放出来的 传说这个文殊心咒 是从文殊菩萨的心中 而显现出来的 所以藏文是文殊菩萨的心咒 而显现的 Ong Aja Bhajanadhi 所以西藏人呢 尤其是拉玛 要读经文 或背经文 要有智慧 每天都要念 Ong Aja Bhajanadhi 那今天因为要敲钟 我没时间教 明天或后天 我会带大家念 文书遗鬼 我会教大家唱 丙二 念念不舍有情 请看科派 从108页到109页 先看幻灯片 现在再讲 第一个 丙一告诉你 你的福报 要常常跟别人分享 现在呢 下面呢 请看这个科派 念念不舍有情 我今天先讲到这里 因为待会就要敲钟 让我讲一个段落 所谓念念不舍有情 就是念念 想一切的众生 都是我的爸妈妈妈 跟家人 这个刚开始很难 我就举个例子 昨天我问过 日本的大地震 对不对 海啸 有些人觉得 没有什么 Oh TV I'm sorry to hear that 就转台了 有些人看了 哎呀 很难过 好 那我现在问 假如你现在 阿嬷就住在日本 那你会不会很紧张 你一定很紧张的 你一定会打电话 你一定想知道 她有没有活着 对不对 假如你阿嬷的家 地震啊 有没有啊 还在啊 我讲一个真实话 1998到1999 我去英国留学 对 1998台湾大地震 921大地震 那时候我刚好 在英国留学 我上完课以后 我们同学讲 糟糕了 你的国家发生事 我说什么事啊 他说你国家大地震 我说我们有地震 他说这个地震 非常非常非常的大 死掉了很多人 你赶快 结果那时候呢 我们已经下课了 我就上网 一看糟糕了 我一看台湾大地震 我就哭了 真的 师父放声大哭 因为这个国家 很多人对我有恩 然后呢 那个时候 英国是晚上的 然后呢 我就打国际电话 问我妈妈 我一直打不通 我一直念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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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念一直念 我一直打 一个小时就再打 也打不通 打了两个小时 因为那时候 所有的电线都中断 手机啊 电话呢 都没有 后来呢 过了五个小时 我终于打通了 我打电话给我妈妈 那个时候呢 我妈妈是家里的电话 然后我就问她 妈你还好吗 她说儿子是你啊 哎哟 阿弥陀佛 我还活着 我说 你现在可以讲话吗 我说你在哪里 她说我在厕所里 我说为什么 她说你知道吗 那地震真的很可怕 所有的东西 咚咚咚咚都倒下来了 然后呢 家里的东西 全部玻璃都破了 我只有跑到厕所里 因为厕所东西很小 我关着 然后那个水桶 都是摇的 然后我说 那你现在是白天 还是晚上呢 她说事实上白天 但都没有灯 然后呢 我就问她 那你怎么知道 你现在听到什么吗 她说有 外面救护车的声音 警车的声音 对不对 全部都触动了 然后我说 那家里有没有 手电筒 她说有 我现在就手电筒 我说妈妈 你不要怕 不要怕 念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还好你活着 这样子 我就跟她讲 然后呢 当然 我联络上我母亲以后 就联络我的家人 当然我也联络我的朋友 就去去帮助她 我妈妈说 那真的很可怕 天摇地动的 知道吗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她是我妈妈 那现在假如想 注意听 假如你想 所有在座 我们现在佛堂的联友 是我们的家人 兄弟 姐妹 uncle unty 你会希望她死吗 你不会吧 你一定希望她活下来 对不对 你希望她呢 就算不小心发生灾难 你也希望她的伤害 我痛苦减到低 对不对 答案是什么 因为我们觉得 那个不是我家人 死的都不是我们家人 我们家人都没死 这就是你生不起 大悲心的最大关键 可是假如 你现在开始慢慢 你当然自己的家人要关心 对不对 人关心自己的家人 关心自己的小孩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但是万一 隔壁的邻居呢 也问你说 unty 你救我一下 你要不要救她 你应该救她 对不对 所有的众生啊 在苦难的时候啊 大家都需要人帮忙的 所以老师说 那时候 九二一大地震呢 就是我们国家 很大很大的灾难啊 死掉了非常多的 全国的寺庙呢 所有的宗教都在紧急急救 可是我当时在英国留学 没办法回来 可是呢 我们的老师也很难过 也会关心我 你们家人还在嘛 你需要不要帮忙 你要不要坐飞机 飞回你的国家 去看她 所有我们的老师朋友 都以最真诚的倾向 How can I do for you 我能够做什么 能够帮助你 那时候我也不可能 飞回来 对不对 但是我有想尽办法 做我能做的事 好 现在有个重点 什么叫念念不舍有情 请写下来 常常想 所有的众生 都是我的家人 这是真的 那你会说真的吗 答案是真的 为什么 我现在讲给你听 转型听这一段 听懂比较重要 其他的经文 我明天会讲 你看 我们现在轮回 举个例子 你的阿公阿妈 已经过世了 一投胎转世的时候 去哪里 其实你也不知道 我的外甄祖母 我的外婆都过世了 她投胎了 去哪里 我也不知道 可是我相信将来 在弘扬佛法利益终生 她还会碰到我的 因为我念念都为她诵经 你看 我们的外公外婆 一投胎转世以后 其实我们也没有去问 她去哪个世界 好 那现在呢 请看 这辈子 对不起 我用老公跟老婆 其实我很不喜欢 用老公跟老婆 这个例子举例 因为这是比较 染污的例子 可是用这个例子 你会感受最珍贵 比如现代人 有些人也是 一个老婆 换两个老婆 换三个老婆 对不对 一个老公 换两个老公 换三个老公 来生一投胎 你选她 她不一定选你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们多生多结里面 也选过很多老公 也选过很多老婆 同样 我们在多生多结里面 我们也选过不同的爸爸妈妈 来这个世间投胎过 所以佛法讲到旧近处呢 所有一切的众生 真的都做过我们的家人 但是你不要怕下次看到一个美女说 美女你曾经当我老婆 那你这样以为你脑筋有问题 不是 她的意思是说 在轮回的过程里 我们的的确确在轮回里面 曾经当过父母 师长 亲朋 好友 跟六亲眷属过 否则 在马路上这么多人 你怎么会认识这个人呢 对不对 所以从佛法的角度来讲 就像云云呢 大海边 无量无边的众生 的确我们都过家人 但是假如你不学佛法的话 你不太愿意相信 你不学佛法的话 你不太愿意接受 那你学了佛法 了解以后 你就要开始练习 练习什么呢 下面写来Q&A 明天开始练习 你看到别人的时候 你有没有感觉它像你家人 我看到你小狗的时候 你有没有觉得 哎呀 这只狗 可能是我过去 很顽皮的弟弟 这只猫 跳来跳去 可能是我那个 翠翠念 翠翠念的阿嬷 你没有神通 可是如果你正到阿罗汉果 如果你是菩萨的话 你就会看到 你的确会跟它有缘 看到有缘也不要害怕 你说 师父你讲这段 很不好意思 我看到那以前是我老公啊 看的时候会像录影带一样 像透明一样 不是真的 但是呢 它都存在 了解吗 这是真的 真的 所以叫做 看一切的众生 就如你的家人 这是生起大悲心的 第一个方法 很重要 请写下来 所以藏文里面讲 看一切的众生 等虚空 如同母亲一般 无量 无量无边的众生 我都要救度 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 对不对 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到就是我妈妈 因为我妈妈生我 养我很辛苦 当然了 我也有联络我爸爸 还有我家人 可是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我母亲 所以你要想 我每一个人 我都这样关心 像母亲一般 那你的悲心 就会自自然然生起 好 接下来 再写一下 虽然一切的众生 是你家人 但再写一个重点 是犹如梦幻泡影般 不能有执着 你可以关心你的家人 但不可以有执着 举个例子 我现在讲经 如果一通电话来 如果我妈妈走了 那也走了 当然会难过 不会骗人 可是我还在这里讲经啊 我不可能立刻就飞回去啊 我只能在这边讲经 而帮他回向啊 等我事情做完了 我再处理吧 所以 你第一个重点 写下来 要想一切的众生 犹如你的家人 生起广大的慈悲心 第二个 关心他 但是不要留恋他 我再讲一遍 关心他 但是不要留恋他 这样子你才会生起智慧 否则动不动然的 哎 林友 你是我家人 林友 你是我家人 你到处跟人家攀缘 你的心是不清静的 佛陀讲的这些教法 是要让你去对质 转动你的心念 所以请看幻灯片 丙二 念念不舍 一切友情 分五 第一 第一个 要让众生 安置在佛法的快乐 明天我会讲 第二个 要有 关心他 但是不要执着他 丁二 要跟般若相应 第三 你能够广惧福德 你能够念念这样想 念念帮助众生 你这一生呢 就慢慢修持 来一生 你修呢 一直修修修 你呢 修的福报 就会广大如大海一般 第四个 正不动地 就是你帮助别人 你还会被人家嫌弃 甚至你帮助他 你还会被人家出卖 也可能发生 因为过去的恶业 这时候 你的心不可以动摇 第五个 你可以的话 最后呢 这里讲科判 叫释迦牟尼佛 讲大转法轮 最重要是什么 要跟他分享佛法 希望他来生 能够继续学习佛法 这样才叫念念不舍有情 好 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 红纵思寇 不及高尽 常是天堂 下通地乎 上至当今圆守 福寿无量 下至文武观言 高尊如未 上至世神之内 顾便轮回 旧有时累之中 虚离苦海 五方十一 面朝居心之年 南无东郊 这段遥生之路 干个游戏 斩 马修正 正白上往 早生前途 灰心走舍若望不碰浪子 故上早晚相聚 无边世界地久天长 望眼睛谈那忠言无数 山门正俊复发上心土地龙神安身复发 父母思藏流心坚实 立大宣望天都彼岸 立大宣望天都彼岸 让我心静华生 必如圣那佛 让我严满寶生 如圣那佛 让我严满宝生 如圣那佛 让我严满佛生 如圣那佛 法身是教魔理佛 那麽當來下水你的尊佛 那麽舉了世界無量受佛 那麽星良山君世界大智文色施力菩薩 那麽額眉山雲世界大恆普現願望菩薩 那麽菩薩山流力界大悲觀世音菩薩 那麽九華山幽冥界大眼地藏王菩薩 那麽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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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